没有一只白鲸能逃过英纽特人的屠杀 上一秒白鲸被英纽特人追杀 下一秒他们立刻捕枪射击 瞬间一头白鲸就如此暴力地被捕获 可英纽特人的残忍和恐怖都还在后面 他们将白鲸拉至岸上 猎手用刀子挖掉白鲸的皮肉 只为取出自己的鱼钩 这只三吨重的白鲸 必须五人合力才能拉到岸上之解 白鲸通身雪白 有北极仙女之称 然后猎人拿出皮尺丈量白鲸的体长 这一步只为大体确定 这头白鲸的肉够几户人家吃 英纽特人首先会砍掉白鲸的尾巴 其次是他们肥大的头颅 掐头去尾是英纽特人的传统 他们认为尾巴和头颅含有大量的重金属不能吃 但是白鲸的舌头是他们最爱的刺身 一般都是生吃 他们觉得吃了白鲸的舌头 自己就能巧舌如簧 之后就是大型肢解现场 对于这样的白鲸肉 英纽特人的吃法很多 最简单的就是刮掉白鲸皮肉多余的脂肪 然后进行晾晒风干 储存起来后食用 这个风干过程一般是半年之久 屏幕前的你 敢不敢朝着这块大肥肉来上一口 我猜你不敢 因为这层白鲸的油脂层含有淋巴 有剧毒 是不可食用的 英纽特人会用它来炼油制作肥皂 白鲸全身90%的肉是可以食用的 至于剩下的那些脏器和肥肠 他们都会装进这样的塑料桶里用作酿酒 苏古拉西大妈告诉我 金酒味道独特有点像啤酒 而这就是刚出锅的金鱼肉 非常可以谈 而大多的现代英纽特人 会选择将金鱼肉煮熟了吃 而英纽特人的祖先们都是生吃一切的 你觉得现代的英纽特人 该保持生吃的习俗吗 而英纽特人的阴谋 还要从这场肢解抹香精的现场说起 英纽特人屠杀了三只抹香精 抹香精被肢解的尸块到处都是 但是他们只会拿走一多半 留下一少部分分给当地的北极熊 你以为他们是好心 关爱动物吗 其实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只为为肥肥北极熊 到了冬天猎杀北极熊来吃 在北极圈的英纽特人 有着严格的捕杀计划 这样才能保证自己 在全年零下70度的温度下不饿死 避枪之后 一只肥瘦的海豹被英纽特人射死 他们立马上前去捡尸 拖到岸上就开始对海豹开膛破肚 大爷拿起自己挖鼻屎的小包 直接挑破海豹的皮毛 扒了海豹穿了七年的皮外套 然后扯出海豹一百米长的小肠 这是他们制作橡皮绳的原材料 而大妈绝对是个狠人 她直接扯出海豹的肝脏 然后用刀子随意切了切 就塞入口中 她觉得这样还不够刺激 于是她盯上了海豹新鲜的膏丸 她直接切割掉海豹的蛋杆 然后直接将里面洁白如膏的精华送入口中 此刻 我觉得我的下面真的好疼 大妈的所作所为真的令人佩服 而大多英纽特人还是保持生吃的习惯 他们将捕获的海豹肉冷冻之后切割食用 场面看似残忍和血腥 但是这是他们的生活 你觉得这些生肉无法下咽 可是他们觉得就像冰淇淋一样鲜美 海豹皮拿回家会将其毛发刮洗干净 去除多余的油脂 只为制作一顶价值两万人民币的豹皮帽出售 如今的英纽特人不再为寒冷繁忙 他们不再用海豹皮和其他动物的皮帽用来饱满 使用枪支捕猎动物 使得英纽特人获得食物的方式变得简单 但是暴力杀戮是存在的 为了丰富自己的食谱 他们的捕杀范围也在扩大 你眼前的就是一只北极熊的头颅 英纽特人会声吃掉它 在漫长的生存中 他们已经是北极圈食物链的顶端 想吃啥就吃啥 他们是北极圈的主人 也是动物残害背后的真凶